我是Polong 是一個品牌顧問做設計 但其實我會喜歡用很多時間比起工作 更多時間在畫畫上 今時今日為止我想我自己有兩個風格在 第一個就是用很長時間去二十多至四十多天 去畫一張很文化的精苗 用原生筆所畫 可能因為我不正統沒有正式學的原因 我是不懂得起稿 我通常人就由眼睛開始畫 一直伸展開去 伸延開去 很少要畫了稿 逐筆逐筆 反而我不習慣 我多享受每一天的幾個小時 和畫聊天溝通的過程 但慢慢畫印已經發展到 即使日後都很想畫很多束蛇 或者很想用畫的方法 記錄一些日常的事物 譬如一些走過我身邊的貓 然後看到朋友的寵物知道 吃過的食物 我喜歡畫貓是因為我養貓 我喜歡畫食物因為餵食 還有看到有時的東西吃得很好 除了拍的東西很好吃 我有時想過畫的東西很好吃 而且是有趣味的 跟一些觀看者 或者觀眾的感覺 我又很喜歡畫一些 所謂Travel Sketch 或者街頭的Snap Shot 因為我經常覺得畫面是有故事 至少對我自己有故事 畫了出來 在翻看的時候 可能有時你會 描述到一些記憶 或者有一些故事會出現 在腦海裏面 但我很喜歡用Postcard畫紙 買了很多片 全部一張一張Postcard size 那一刻想畫就畫 袋裏面長期有少量 我畫Sketch的筆在這裡 其實很多時候被問到 為什麼不賣畫這個問題 可能和每一張畫都有些感情 自己去刁鎖出來的東西 是不是賣了它 拿了夠錢就可以呢 但我覺得好像不捨得那些畫